爆炸發生後由高空望下去 可以見到天然氣廠上蓋穿了個大洞 濃煙不斷霧出 由於工廠範圍全有大量再有煤氣的罐 加上火腫未完全失眠 有再爆炸的可能性 消防人員就使用牆吊臂搜索生還者 根據當地傳媒指 事件暫時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多人受傷 一人情況危殆 一人失蹤 工廠發言人表示 情況已受控 最重要的是 確保沒有二燃氣體洩漏開去 爆炸發生在美國德克薩斯州 拉波特一座天然氣廠 有目擊者指 大約在上午8點多 在工廠附近聽到巨響 懷疑是天然氣廠發生爆炸 於是致電報警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陳永三報導